欢迎收看本节目 沈腾并没有与家人同行 不过他与家人进行了视频通话 并且伤痕累累的隔空祝福妈妈生日快乐 似乎是一种特别搞怪的祝福方式 据了解 这次旅行其实是由沈腾的姐姐沈娜 陪着二老到了三亚 在晒出合照后她的肩下巴引起网友讨论 网友觉得沈娜的下巴整得太过了 整张脸充满了网红感 表示不理解 也有人表示 其实是由于角度美颜的问题 才会显得沈娜的下巴看起来过于尖锐 据悉 沈腾的姐姐沈娜是知名的歌唱家 中国三大女高音和沈腾都毕业于军艺 姐弟两个如今都如此成功 和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心情培养是分不开的 沈腾曾在节目中表示觉得父母培养姐姐的文艺道路很成功 本来父母想让自己做绝爸 结果自己没能完成父母的期望 承认姐姐比自己成功很多 其实沈腾自己从小也被父母寄予后 爸爸妈妈为了培养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 甚至可以说是120分的精力 但是沈腾似乎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并不是特别正确 小时候沈腾不喜欢文科专业 不喜欢背诵 他的妈妈就会在一旁陪他一起背诵 直到他妈妈背出来了 沈腾还没有背出来 这样的教育就让沈腾特别受不了 不过沈娜就很能接受他父母的教育 到现在都会回忆小时候上学习班的日子 能看得出来 沈娜并不排斥父母安排的学习规划 反而欣然接受 从沈娜的社交平台看 他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带着父母一块出去玩 还上传了不少认真工作的很多时刻 不过姐姐沈娜虽然事业有成 但在感情生活上显然缺少了一块 今年已经46岁的她 没有曝光任何关于恋情的消息 也没有结婚的消息 虽然沈娜没有恋人的陪伴 但她的生活依然非常精彩 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沈腾的父母培养出了两个如此优秀的孩子 两位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 家庭美满生活幸福 真是教子有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